台湾高达90%以上的能源 是由国外进口的石化燃料 近来对空气环境造成越来越多的负担 但我们却忽略了 处于亚热带的台湾 其实有足够的日照 可以发展太阳能光电 今天节目就要带您认识一个 积极推广太阳能光电系统的团队 看看他们如何落实节能减碳 为全人类打造绿色生活 台湾其实90%以上的能源 都是依赖进口 我们每年花了两兆多去买石油 天然气 煤 核能的原料 其实我们把这些钱如果能够省下来 购买台湾的太阳能设备安装在台湾 其实我们可以创造很多在地的就业机会 跟把这个技术留在台湾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间公司 因为太阳能系统需要在户外长时间运作 所以每一个案子 从设计规划 安装施工 都要从20年的观点下去考量 团队也将身边的客户都当成未来20年的朋友 真的希望借由自身的专业与努力 好好应用赞生能源 打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我们工程部的核心价值 就是打造一个优质的太阳能系统 那以两大方面来说 就是结构性和它的发电效率 那结构性来讲的话 我们每一个案子都会找结构技师 去确认它的自家设计 以确保它的抗台风性 抗震性是安全的 发电效率方面的话 我们就会采用最高规格的设备 去搭建我们的系统 然后并会安排定期的巡检 检修 去确保它的安全和可靠性 那在未来的展望性方面 我们会用监控数据来分析它的系统 更进一步进化我们的工程 此外 团队也藉由参与活动游行 展览 向一般民众推广太阳能 让大家了解安装太阳光电的好处 与对环境的贡献 至今已累计安装了200多个系统 包含一般住家 农渔会 畜牧设施 厂房屋顶 并赠送安装者 想象改善空气的黄金壳 希望透过太阳能光电系统的遍体开花 深入民众生活 一同为环境永续 尽一份心力 盖了太阳能以后 觉得上面多了一个很舒服的空间 又可以种很多的盆栽 而且在经济方面 它的回收率也很高 大概8年就可以回收了 在那边又很两贯 所以很清净 很自然 非常好 其实一般二十平的太阳能屋顶 它一年所发的店 大约是我们种了600棵树 它一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它对环境实际是有实质上的贡献的 就是让我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产业工作 其实做的不是一个工作而已 而更是一个对环境有贡献的一个理念 我认为支持绿能是必然的趋势 而且台湾的空物越来越严重 我希望农会能做这件事来利他 藉由再生能源改善台湾的空气环境 之前也有跟一位教授合作 其实他讲了一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啦 就是他跟我讲说 李仙恩 你跑了这个岸场 我未来二十年内 我都会让我的学生来你这个岸场实习参观 那让他们了解官邓箱怎么搭设 那也了解说我们未来要做绿能的重要性 那在那一天之后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在改变世界 是有一点影响力的 屋顶装设烫能板之后 它第一个就是可以增加我的收益 第二个就是可以夏天可以 它比较有隔热效果 第三点是因为地球尽一份环保的力量 减少那个空气污染 在这边工作的乐趣 让我别有以往的感觉是 大家每个人都很和乐 未来我们会希望就是运用自己的专长 那更加精进的放在太阳光电上 一般人想到太阳能电厂 都觉得需要很大片的土地 或是很多的资金 那其实未来的绿能 是走向一个分散化跟共享经济的概念 像是你家的屋顶 其实就可以盖太阳能 那我们觉得太阳能不应该是 只是政府的口号跟财团的特权 那应该是可以真正改善 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全民运动 那所以我们的愿景就是希望 把这个好的东西推广出去 那让家家户户 学校 便利商店 楼上都有属于 每个人自己的一座阳光花园 团队也期许未来 有更多民众了解太阳能相关知识 并提供最高品质的光电系统 留给下一代干净又美丽的台湾 创造绿色友善环境 用阳光灌溉一座花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